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高兴 因为今天有一个大好消息 李鹏死了 李鹏这个鸟人呢 终于死了 那李鹏呢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啊 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啊 他这一生呢 是做了无数的坏事但是其中最大的坏事啊有三件 那第一件呢 就是他在当国务院总理期间立足上马三峡大坝工程 那当时呢在这个工程论证的过程当中是有很多的专家学者表示反对的 强烈的表示反对的 那还有很多这个中共体制内的高官他们也是不战场的 但是因为李鹏是总理啊 而且他是长期的主管水利和能源工程的这样的官员 所以说他的话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他说上马最后啊就真的上马了 而这个三峡大坝竣工之后投入使用之后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那首先是啊 一百多万个家庭 他们呢流离失属 他们被迫搬迁了之后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造成了这些家庭的悲剧 那其次呢是在长江上中下游同时造成了气候灾害 比如说重庆自从大坝建成之后啊 重庆每年都会出现酷暑和干旱的天气 这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啊 第二个呢是在长江中下游的洞庭湖和鄱阳湖 那过去啊都是烟波浩渺一望无际的这个水面 但是现在一到了枯水季节啊 那个湖水迅速的就退了啊 然后呢这个湖底啊都能长出青草来变成草原 这在历史上也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气候现象灾难性的气候现象 那一到了这个汛期三峡大坝又不敢这个拦截洪水了 他们把这个洪水全部的放到中下游 那造成了这个中下游水位的长江水位的台高 造成了中下游的这个各个长江这个支流的他们的这个泛滥 那这次的湘江大洪水和这个干江流域大洪水 那都跟三峡放水有关系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现在三峡大坝已经发生了位移 已经发生了变形 极有可能就发生溃坝事件 一旦三峡溃坝了 那么长江中下游这几亿人民的这个生命财产就会荡然无存 这个三峡大坝现在已经成了悬在中国 中华民族头顶上的一把利剑 那这把利剑随时都可能落下来 现在几亿人民的生命财产都受到了这个大坝的威胁 而这个始作俑者最大的罪人就是李鹏 这是第一单罪行 那第二单罪行呢 就是他这个大肆搜刮名指名高 积累巨恶财富 那这个罪行是几乎是所有的中共体制的高官 他们都犯了过这样的罪行 但是李鹏犯这个罪行有他的特色 他是运用了两个子女配合起来 整个家族集体犯罪 他的儿子叫做李小鹏 女儿叫做李小玲 这个儿子呢 大家从他的面向上面就知道 这个是一个平庸无能之辈 跟他老爹一样 但是他靠着老爹的这个裙带关系进入了政界 而且呢 靠着这个关系啊 扶摇直上平步轻云 现在已经成了习近平的亲信 成了这个中共的最高决策者之一 那这个他掌握这些权力 并不是说要来为国家服务 也不是说要来仅仅显示一下他的光威 不是的 他主要是用来呀 来为家族来搜刮名指名高 积累财富用的 那积累财富的这个操盘手 就是李鹏的女儿李小玲 李小玲呢 过去曾经放过重路啊 说过很多无耻的话 那其中有一次他说啊 中国人道德水准太低了 要给每一个中国人建立道德档案 那遭到了 这个话一出啊 就遭到了全国老百姓的一致的这个围攻 为什么呢 因为你共产党人 你根本没有资格提道德两个字 老百姓道德水准再低 也要比共产党高很多 那后来李小玲又说啊 说他能够担任啊 这个国营大企业的这个老总那全靠个人奋斗 那后来又遭到了网民的嘲笑 说你这个不是啊 秃子头上的狮子明摆着是靠你老爹上位的 那说出这种话太无耻了 那无耻是无耻 但是他们呢 真正的这个积累财富的时候啊 那是一点都不会犹豫 那一点都不会手软 效率特别高 后来经过这个无国界记者联盟和这个巴拉玛文件的披露啊 李鹏家族 以李小宁的名义在海外藏有巨额的财富 在瑞士 在香港 还有美国 英国这些国家都藏有巨额的财富 那将来这些财富一定会被国家追回来 被人民追回来的 那是第二个罪行 第三个罪行呢 也是他一辈子最大的一单罪行 就是在八九年期间 他是力主啊 军队进程 用坦克机枪来残酷的镇压那些和平抗争的学生和市民 八九年一万多个啊 被镇压了失去生命的那些冤魂都要算到李鹏的头上 天安门母亲几十年的眼泪都要算到李鹏的头上 还有几万个政治犯 他们所受到的残酷的对待 受到的酷刑都要算到李鹏的头上 李鹏是八九年大屠杀大镇压的两个元凶之一 那一个是邓小平 第二个就是李鹏 因为这一单罪行 李鹏的死 现在呀就引起了普天同庆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现在的国内的老百姓呢 是敢喜而不敢言 大家都很高兴 但是呢不敢公开的说出来 所以这两天呢 今天呢在这个微信上面啊 在各国内的各个这个网络平台上面 那有很多人都隐晦的在表达他们的观点和态度 大家在微信上面看呢有很多人啊 这个贴出那个放鞭炮的那个图像的啊 还有这个放烟火的这个图像的 这就是在表示我们在庆祝李鹏的这个建阎王 海外华人呢就表现的比较直白一点啊 今天呢 这个美国加州的自由雕塑公园 将会有很多人在那里聚集 在那里举行庆祝晚会 雕塑家成为民先生 还有我们全民共振团队的啊 袁湘居士啊 啊赵永奎啊啊 还有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姚成啊 他们都会在那个地方聚集 还有一大批的网友都会到那个地方聚集啊 庆祝李鹏的死亡啊 希望更多的朋友到那个地方去 李鹏呢 他是今年是九十岁啊 好像还不到十月份才满九十岁啊 活到九十岁对普通的中国人来说 那是一个奇迹啊 大家这个吃着有毒的食品 吸着有毒的空气啊 绝大多数人是活不到九十岁的 但是呢 对于中共的这些高层来说 九十岁就死 实在是死得太早了 因为他们过去几十年都是养尊处优的啊 都是吃着特供的食品 呼吸着特供的空气 而且呢 他们每个人啊 每年都是消耗了大量的国家的财富 来进行他们个人的保健的 每个人都有一成群结队的这个保健队伍 那而他们一旦生个病 政府都是不遗余力的来挽救他们的 来给他们治疗的 所以这些人呢 一般的进到中央政治局的啊 进到中央委员会的 他们都能活到九十好几一百多岁 所以李鹏九十岁不到就死啊 实在是对他们来讲 死得太早了 那为什么会出现 他这么早死呢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呀 是他被吓死的 因为今年的这个三峡大坝出问题的这个消息啊 传出来之后 李鹏呢就非常担心 因为他是主要的责任人之一啊 一旦三峡溃坝 那么全人类都知道 这个人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他就逃不过审判了 所以说他呢 每天担心啊 日夜忧据 最后就死掉了 这是一种说法 那还有一种说法呢 说是被气死的 因为今年是六十三十周年 三十周年之前呢 我们全民工程团队啊 就放出了消息 说是要给李鹏啊 竖个桂像 说桂像啊 这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啊 这是有特殊的意义的 这就表示你这个人呢 已经十恶不赦 已经成了这个全民公敌了 已经呢 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面了 那李鹏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非常生气啊 他的女儿这个李小宁 甚至是找到了习近平 去向他哭诉 说要他一定要出手阻止 但是最后也没人阻止得了 咱们的这个桂像啊 在六四的那个纪念活动上面 那正式的推出 那李鹏知道之后 气得要死 那气了一段时间 就真是给他气死了 所以这个桂像啊 做得挺好 做得挺好 那么今天呢 在加州自由雕塑公园的这个庆祝活动当中 大家还要把这个桂像啊 再一次推出来 那在这个桂像 让他们面对这个巨大的六四纪念碑的时候 大家在这个这个背景下来进行这个庆祝活动 那有一些朋友呢 也有一种观点 说李鹏这么死啊 这个是死有余辜啊 这么死是不是太便宜他了 那是不是啊 他应当啊 等到这个中国变了天了 到时候正义的法庭啊 把他审判完了 再判处他一个死刑 那当然那样是更好 但是呢 大家也不用担心 李鹏啊 虽然没有受到这个正义法庭的审判 但是呢 历史的审判 他是逃脱不了了 那这个桂像我们已经建成了啊 这个桂像呢 今后啊 现在是玻璃缸的 今后还要把它变成铸铁的桂像 铸铁的桂像啊 就是永久的立在这个六四纪念碑的旁边 让他为六四的这些受难者给他们下会 那而且呢 今后中国变了天之后 中国一定会在中国的国土上 一定会新建起几座六四的纪念碑 那个时候啊 我们要把这个铸铁的桂像要送到中国 让他让李鹏 让邓小平啊 甚至还有其他的这些六四的元凶 让他们呢 永远的跪在那里 这是第一个 历史的定位 他逃不了 第二个呢 他是死无葬身之地 李鹏虽然死了 但是我敢打赌 他这次啊 他是不敢把他的骨灰啊 保存在八宝山 不敢保存在任何地方 他一定会啊 要他的子女把骨灰撒向大海 如果他犯这样的这个错误 居然敢把骨灰啊 放在八宝山或者是中国任何地方 那就太好了 那就太好了 因为呀将来中国变天之后 一定会有人把他的骨灰从那里拿出来 然后一定会有人呢 把他的骨灰啊 倒进凤坑 而这个凤坑呢 大家绝对不会用来呀 这个用这种凤坑呢 去污染农田 去给农田施肥 一定会把这个凤坑呢 埋起来 让他永久的和李鹏的骨灰相伴 这是第二个 这是他的这个身后事啊 是他的肉体的归宿 还有一个呢 是他灵魂的归宿 当然了 很多共产党人呢 他们是不相信灵魂的 他们是无神论者 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因果报应 所以他们做起坏事起来呀 就没有底线 完全没有顾忌 但是呢 我告诉大家 这是不对的 因果报应 这是宇宙间的一个真理 这是真正的宇宙的正义的法则 你要相信宇宙之间还有正义的话 一定要相信因果报应 那么李鹏死后 他一定是在十八层地狱里面 永受永世之苦 因为他做了那么多的坏事 一定最后要报应到他的头上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呢 说李鹏是不是死得太便宜了 不会的 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 我在这里呢 也想提醒一下各位朋友 那李鹏 他是个坏人 但是呢 他不是横空出世的 他是一个体制的产物 是这个坏的体制制造出来的坏的产品 那李鹏死了 但是这个体制还在继续 而且呢 这个体制很快就要过他的七十岁的生日 那我们全民共振团队呢 在过去几个月 大家联络了很多国内的这些维权群体 一共有四十多个遍及很多个省份 那这些群体大的 有九万人 小的也有好几百号人 那么这些群体呢 大家都有这个意愿 在十一这个旅行黄金周的这个期间呢 一起走上街头 那如果是条件许可的话 在十一之前就走上街头 这个时候啊 大家一起走上街头表达诉求 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因为啊 中共在这个时候 他是绝对绝对不想出任何差错的 那些地方政府的官员呢 他们为了维持这个表面的 这个稳定的这种 这个表面现象啊 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 来满足大家的这个维权的要求 要大事化小 小事化鸟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提出这种诉求 他们呢 是最容易解决的 所以说呢 现在这么多个群体 大家有这个合作的意象 一起来走上街头 如果是他们答应了 当然固然好 如果是不答应呢 不答应 不要紧 大家一起走上街头的时候 全世界都会关注到 全国人民都会关注到 那个时候啊 我们就会有巨大的力量 甚至是全国其他地区 其他阶层的这些啊 维权人士 这些老百姓都会啊 来响应我们 一起走上街头 这就会给中共啊 带来巨大的压力 现在啊 李鹏在他九十岁生日之前熬不住 挂掉了 我们目标是在让这个产生李鹏的这个体制 也在他们七十岁生日之前 熬不住给他挂掉 这就是我们呢 今年的这个一个心愿 希望大家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努力 大家一起来联络 各个地方各个阶层的维权群体 一起让中共也寿终正寝 今天就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下次再见